大家好 欢迎回到麦子学院 很高兴大家收听我的VUZ.js详经 我是您的天心讲师爱你 那么讲完了class中的对象语法 那我们再来讲一下它的第二种情况 叫做数主语法 数主语法其实说白了 就是把数主传给Vbilandclass 也应用一个class列表 好 那么Vbiland当中的class当中 我们就直接弄一个数主 那它的值是一个数主 好 这样的话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class列表在里面 好 方法很简单 就像这样的Vbilandclass 然后classa classb之类的 其实这一刻说白了 就是就跟我们的普通的一个class 然后里面有多个值是一模一样 只不过是这里是一个数主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像这样来呢 因为我们这个值 每一个的值都可以发生一些改变 比如说这个classa classb 它仅仅只是我们在对象当中的属性名 属性名在这里 好 data里面的话有属性名 classa classb 好 这个属性名在这里 然后后面呢 就会跟着它的这个值 这个值才是真正我们会渲染到这里的class的值 OK 好 那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吧 在这里我们就像这样来了一个classhead和classface OK 我们都知道 根据跟着前面的例子 我们就知道 我们有一个tomium的部分 是叫head的 好 既然是head的话 我们就像这样 head实际上有的 然后呢它第二个信染的就是face OK 如果classhead 那么它就是相当于去了出来一个class的head 然后呢 然后呢第二个值是face 然后呢 它就会把class列表里面再加一个face 所以呢我们就像这样的话 就可以得出了非常简单的这两块来 OK 好 这一块也是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看 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就直接现在来 如果我们把它改成msg 好 如果我们把它改成msg 好 然后发现一下 我们发现好 它立刻就给我们变成了我们的信息的这种样子 OK 好 这个没有问题 我们就像这样非常简单的一个class值 一个数组的这种方式 就能够定义这个class的列表 那么在这里我们简单的稍微看一下 好 为了大家能够看得清 我已经把控制它已经放大了 然后我们发现我们的div 它渲染出来的值是head和face 这两个 OK 现在只有这两个值 而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串 这个东西我们看不到 但是呢 它的值它会把它渲染到了我们的htrm列表里面 OK 这个相信对大家说没问题 好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一下 根据条件的切和列表中的class 我们可以用一些三元表达式 什么是三元表达式呢 是呢 比如说像这样来的 好 classa它是必然就加载进来的 然后呢 这里有个叶子b 好 叶子b如果是真 那行 它就把classb加载进来 否则那么进行不加的class 就没有 或者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有一个值 然后呢 后面又是另外一个值 那如果它是真 那么就加了一个 如果它是假呢 OK 就加了另外一个 好 这种三元表达式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看一下吧 这就是我们写的一个三元表达式这一块 好我这里有个classstyle classstyle值 我给它的是true 是真 好 在这里我们有个三元表达式 这是什么样呢 它先判断classstyle它是真还是假 如果它是真 那行 那么我就会去找classface 如果它是假 那么我就会找msg 那行 假如classstyle它是真 那么行 它就去找classface的值 然后呢 在对象当中 我们会发现classface的值 它叫face 那么我们会渲染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classhead和classface 这两个的所对应的属性的值 那么它就是head和face OK 就是head和face 然后如果它是假 那么它就会找classmsg的值 上面就msg 如果它有假的话 就变成它就会渲染head和msg这一块 那我们现在给它的一些一个true的值 它等五秒钟之后 我的目的就是五秒钟之后 让它的值突然变为了force 然后呢 我们看它会不会实施的改变呢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这里 我们发现它现在确实是head和face 然后呢五秒钟之后 它变成了head和msg 那为了能够看得更轻一些 我们把它调出来 看到我们的这个 在这里是head和msg 来我们刷新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 它现在很明显的head和face 然后呢 等五秒钟之后 会发现它突然发生了变化 然后呢显示也跟着变化 因为这里变了之后呢 我们获取的这个css 它将会获取的是msg这个类的css ok 好 这个相信对大家来说 并不算太难 那除了这种方式呢 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呢 像这样来的 class a ok 这个b加载 后面呢 我们可以跟这样一个对象 对象里面的话 意思b如果它是真那么行 我们再把class b所对应的值 也加载进来 如果如果是意思c也是对的 那么我们就把class c 所对应的那个属性值 也放到我们的class列表里面来 那么这个这里 我们就可以像这样 就就让class列表里面 最多可以有class a class b class c三个 那么必然如果我们再加个逗号 然后呢又是class d 然后也是d class e 也就是e之类的 那么用这种方法 我们就可以无数的加载出 很多很多的class的值来 那么 即加在哪一个 就取决于后面判断 它是真还是假 那这一个的话 我就不单独举个例子给大家了 因为什么 跟上面这块差不多 如果是b 那么它就加在它 那么同样的例子 如果它是真 那么就加在它 否则 是否则它就不加在它 只不过是这一块 只显示一个就是 是真 就加在 不是真 那就不加在 OK 而上面这一块的话 存在一个是真 就加在它 否则 那可以再加在另外一个 那么就是说 它可以控制两种可能性 而这一块的话 它只能 虽然也是两种可能性 但是呢这个可能性是 有还是没有 而这一块的话 它可以是有或者没有 也可以是什么呢 一种状态 或者另外一种状态 OK 好 那到此为止 我们class版定的方式 就全部讲完了 那接下来 我们再讲解一下 style的版定方法 大家加油